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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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司英委员现在宣布不继续参选之后 我们也希望说基隆市能够继续有优质的立法委员 能够在中央为基隆继续看顾基隆的预算 为基隆争取必要的建设 像现在基隆市的捷运 这是下一个阶段最重要的中央级的建设 我自己觉得说对市政有足够的了解 同时对中央级的政治的议题 还有国际相关的领域 其实我也都有一些涉猎 那我也希望说能够好好的为基隆市供奉 自己这方面的能力 然后为我们基隆 让我们基隆能够更好 在秉均担任市盈的期间 其实我跟蔡市盈立委 我们两个共同为我们中山区 不管是争取了我们1813D的快捷公车 150B 150C的泰勒客运 同时我们也有一起争取了 比如说我们协和文化清止公园 海星平台的修缮 还有很多路段的电线杆地下化 那市盈委员对我来讲亦师亦友 那他这么优质的表现 更是深深打动我的心 所以当市盈委员决定不再参选的时候 我也决定承担这个责任 效保我们蔡市盈委员的精神 继续当个最优质的民意代表 来为我们基隆市民服务跟打拼 这一次是一个艰困的一个选战 2024对民进党以及对台湾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不管是国内国外 各个国际情势 那基隆的进步不能停顿 基隆捷运必须在国会有人来看顾 还有基隆的进步也不能够持之不前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时候能够承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 不只是要为基隆而努力 也要为台湾守护住这最重要的一个港口的一个立委 力挺周恩廷参选并陪同完成登记的立法员林楚英表示 与蔡市盈在立法院是合作无间的好同事 因此希望基隆市能透过民主方式推出最强棒 搭配赖清德主席 在2024打赢总统和立委选战 像大家说的 我们都是蔡市盈的团队 我们都是林又昌的团队 我们更是赖清德主席底下的挺台湾 我们要一起挺台湾 基隆这一席民进党一定会派出 最优质的候选人 我们基隆是属于台湾的领头羊 基隆这一席绝对一定要把他守住 由于有三人登记参加党内初选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主委苏仁和表示 会将登记结果承报党中央 并在4月18号前进行党内协调 协调不成的话再举办初选民调 今天截止之后 那我们大概会承送给中央 中央党部 那会立即找所就开始来协调 那么协调不成之后 大概就在4月18号为协调的截止日 那么截止之后 那如果没有协调成功的话 那么就要办理初选 那民调初选 连两届或公都盟评价为最优秀立委的蔡世英不竞选连任 对民进党金融市立委选情虽然造成冲击 不过是党部主委苏仁和认为 这几位参加党内初选的候选人年轻专业干劲十足 他有信心能推出最强人选 赢得2024的立委选举 2024一定要赢 记者张琪腾基隆报道 基隆市长谢国良跟知名艺人许孝顺NoNo相见欢 市长特别邀请许孝顺担任文化观光咨询委员会的主委 希望深耕基隆的观光软实力 让游客来过还想再来 基隆市长谢国良跟基隆知名艺人许孝顺相见欢 用一个热情的拥抱作为开场 共同与会的还有出身瑞芳的艺人NoNo等贵宾 跟基隆市政府官销处长郭继 文化局长江廷梅共同讨论 借近日本等国际成功经验 来发展基隆的文化观光 这个文化历史观光咨询委员会 我们会好好的开会 做出结论 来深化我们基隆的观光内容 谢谢 基隆加油 加油 加油 这个我们说基隆要露荷 荷里还有荷这个音 好 我们基隆露荷好不好 好 那我们在地的 我们有更多文化 它是根深蒂固让大家更了解 这是我们想做的 对 我们就研发一些顺口流 让基隆的产品推广出去 是 麻吃麻不是 食吃不淋麻 有能来基隆廟口吃 紅燒麻 你看 对对对 对 今天真好天 来去基隆廟口吃肉 肉 哈哈哈 真的不错 很棒 对对 干脆变成我们的这个城市搜 然后上我们的公车看板 对 这个顺哥跟nono哥 来参与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光 这群委员会 我们是希望要有具体的共识 然后能够对我们的观光 跟未来商业的发展 能够有一些具体实际我们要落实的地方 所以文化历史方面 感谢顺哥给我们方向 那我们毕竟是一个政府机构 我们会想办法来落实执行 目的是为了要 增加大家对基隆的认识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炮台 过去的历史 甚至也提到了 透过了这些过去基隆对于战争的回忆 也提醒大家和平的可贵 所以非常感谢顺哥 nono哥跟我们的教授 我们的学者 大家都一起来讨论 那我们会把这些好的顺哥 给我们的建议 落实在我们具体可以观光的商业内容上面 其实以前全台湾最时尚是基隆 对 你要穿最好的柏来瓶的衣服 是 一定要来基隆买的 对对对 我记得我想说 Vito行 Vito行 就有名 Vito行 其实是精品的 对啊精品的 对对对 Vito行 其实我们可以在港边办一个那个时尚周 有没有 大家走一周 对啊 是 真的 那个也不是说那个感觉很 会很国际很大很大气 然后呢 其实其他县市也用港口来做一个 跟年轻人结合的这个演唱会的主题 他们说 高雄有大吨在港 但是呢 他们的大吨是在 旁边 我们大吨是真的是 直接 开到我们的大舞台那边 对 然后呢可能演唱人就在船上面唱 是 那个rock 其实可以慢慢来发想 对 真的 这是一个可以跟年轻人做最好的结合 我觉得 我们的行销要全面性 那有根基的一个历史的文物 然后这些背景 然后我们有现代的一些思维商模 然后呢跟所有大人小孩 到基隆来 年轻人最喜欢 没来鸡人都不够时尚了 那我以前在电视上 也是玉玲龙讲过一句话 我说 鸡人人走路好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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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人人做风太秦车说走走走 鸡人人风好都不怕我 大家都会非常怕 是 但是我们是比较不怕语 真的真的 现在年轻人我们让他知道 其实以前基隆有很多这个文化 或是一些传统 或是一些 义正民俗的一些 大家可以欣赏 可以看的东西 那我们在不管是把它重现 还是再用新的方式 然后展现在 在所有的全台湾人民的面前 因为基隆其实有很多文化纪 比如说我们有老英姐 有基隆中原纪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可以发挥 让大家共同参与 来基隆就是不是只有在庙口吃一吃 我们希望可以把人留下来 然后把文化推广出去 许孝顺强调越在地就是要越国际 唤醒大家分享在地的优势 基隆拥有迷人的余景 国际港口 庙口夜市 从美食味蕾 声音记忆到港口的视觉 大家一起努力让国际看到基隆的印象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来自法国顶级邮轮 庞若邮轮日历后 首度来台能搭载200多人 船身小适合穿梭在冰川探险 以往都是走南北极的行程 这一回以基隆港为母港 启航日本 市长谢国梁出席欢迎仪式 法国庞洛邮轮日历号首度来台 将基隆港作为母港 24日起航前往日本 展开11天深度跳岛行 高档内装宛如海上五星饭店 餐厅还找来米其林三星主厨 更打破油轮越大越奢华迷失 在客树只有264人 主打高端行程 11天就要价26万元 正好是我们结婚40周年 所以我们把这次当成爱之船的蜜月 因为他叫我们穿假脚偷 因为我们去南极穿的都是雨鞋 你知道吗 而且到那边是很紧张的 那个浪来他就要让你拿跳过去 我的前身是 可是这边他私针我看来 假脚偷 我们就觉得很轻松 这个可能比照 可是是即使是很安全 有别于其他的游轮 业者锁定金字塔顶端客群 船只更配备特殊的稳定系统 适合穿梭在岛屿河边穿之间 船上更有探险队员 带领游客前进难以抵达的无人岛 1 Go OK 好 耶 非常开心 我们的日历号在台湾 现在真的要进行守航了 记者会非常的圆满成功 密集的看到有游轮能够造仿基隆 然后促进基隆的观光 但如同游轮在来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要做好各项的准备 所以我们城市行销处郭处长 最近近日也都密集的跟我们港务局 跟我们游轮的业者 大家一起来讨论 如何能够让地方的经济 因为游轮而更活络 那当然我一直提到 就是我们自己要逐步更积极的做好这些准备 让旅客下了船在视野 一看就有好玩好吃 可以观光旅游逛街的地方 那这个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我知道今年我会讲这个讲很多次 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把这些内容 创造出来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所以今天很开心来到这边 那希望这个更多的旅客 更多的游轮能够到基隆来 也祝这一艘旁游轮都能够 这个游客不断 在船上的这个旅客呢 都开心幸福又快乐 疫情趋缓 游轮市场产生了变化 今年来台的游轮数 渴望达到350艘次 旁游轮是跨国欧洲 非常知名的这个探索型游轮的 知名的品牌 那这次能够选择台湾基隆港 作为首航的这个母港 表示他对台湾这个游轮市场的重视 那这一次旁游轮的这个母港的操作呢 会吸引到全世界来自其他国家 80多位的旅客 以Fly Cruise的方式来到我们基隆 那加上我们台湾本地100多位的旅客 将近有200多位的旅客呢 能够将进行这个到日本进行11天的这个深度的陶宇的旅游 整个游轮靠泊的形态重新去洗牌整理 那所以今年基隆港 过去基隆港是以母港为主 那是今年呢 比较特别的是到访的邮轮 40个航次比母港的航次30个航次还要多 这是过去少见的 那我们这边可以讲说 目前到港的挂靠港的一个行为 航次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准 那母港这一部分呢 我们去年到欧洲去去拜访旁诺游轮 去拜访MSC 去拜访其他游轮公司去招揽 那目前呢 航次会慢慢的再继续增加 除了说我们所知道它的探索行 可以去拜访一些密境小岛 最主要也是旁诺游轮自己本身 它就是一个奢华的代名师 所有你知道一登船开始 你所体验的所有东西都跟一些大型游轮 是非常有种不同 那至于说未来来讲的话呢 因为旁诺游轮也好 或者相对的一些比较奢华 小型的探索型游轮也好 那这些游轮来讲的话 日后呢也会陆陆续续来到亚洲这些地方 尤其台湾基隆为母港的方式去做 后疫情时代国际游轮陆续重返台湾 带动海上观光复苏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基隆市政府国立台湾海洋大学 共同召开四海再生平台会议 市长谢国良期许与海大共逐 四海再生平台 透过定期会谈密切合作落实结论 加速基隆朝向真正的开放的海洋城市 停办多年的四海再生平台会议 在海大演讲厅举行 就用市长谢国良和海大校长许泰文 率领团队出席 勤勉双方建立畅通管道 强化产学合作 那我们未来是希望能够开放整个海岸线 那开放整个海岸线来做 不只是观光 生态 人文 城市 休闲 我们希望基隆市真正变成一个 海洋开放的城市 但这整个过程中 包括生态 包括法令 包括商业 包括一些沙滩技术 都是我们跟这个许校长跟他的团队最近一直在讨论的一个方法 所以今天能够开这样的平台我们很高兴 第一次但是是一个好的开启 我们都会固定召开 然后每一次都有具体的结论 这样子推行几次下来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基隆市跟海大密切合作后 可以产生的一个成效 今天我们非常欢迎 谢市长所领导的行政团队 到我们交流平台来相互交流 海大是与海洋专业的国立顶尖大学 我们希望与我们的专业 来帮市府在建设 在文化 在观光 在所有的这个市政的推动方面 善尽我们的社会责任 让基隆市政府更好 基隆市政府更好 海大也会更好 基隆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 基隆城市发展和海洋密不可分 随着后裔时代来临 如何将游轮旅客留在基隆观光 海大校长在会议中提出了看法 有好山好水的地方 留下来 甚至我们市长非常重视的 这些商业模式的开发 这是很可惜 我们要想办法 让这个环境改变 让我们的特色出现 让这个旅客 让来休闲的旅客能够留下来 加我们赢 那基隆市赢 海大就会赢 我们的招生 我们的所有的相关在地的计划也会赢 我觉得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议程可以再继续加入到讨论 所以今天是第一次 但我很相信 在更多的讨论里面 我们一定会有更多的议题可以讨论 那我最近其实也跟很多不同的企业界 学界 学界比较是海大 还有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些人性在讨论 如何让基隆的海洋 海岸线可以有效的开放 会议中政府提出了利涯海大协办 原住民运动会等三项提案都获得海大同意 双方在会中达成共识 未来会加强平台合作交流 记者黄绍民金融报导 骑楼停放机车过去引起不少争议 金融市政府宣布在兼顾市民行走权力 及不影响市容的规范下 适度放宽骑楼合法停放机车 第一波正式公告共计76处 事办骑楼停放机车 提醒机车骑使要注意 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发言人余志明 会同交通处长王俊宏 警察局长张树德 跟公务处长陈耀川 共同召开记者会说明 事办骑楼开放停机车 第一波正式公告76处可以停放 也说明停放的注意事项 我们这一项的专案 是由谢国良市长 特别亲自主持 并且跨局处来组成的相关小组 并且责成各局处的首长 大家共同来进行集思广益 并且参考各县市的相关做法 我们依法来进行这个 棋楼开放的一个公告 那我们是在112年3月22日由市政府来进行公告 它主要依据的一个条例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93第一项规定 也是刚刚看到的这个部分 人行道 那因为人行道它的定义是含棋楼 因此我们现阶段是先针对本市棋楼开放停放机车 因以一例为限 等一下会有一个图 会有一个照片来跟大家说明 并且要保持1.3公尺以上的人行空间 也就是我们能然事先维持人行的空间 有空间我们再来做所谓的开放 棋楼可以停车 以及它停车的方向为了整齐化 是要垂直在道路 而且车身前远或是后远应跟建筑线切齐 因为我们棋楼有所谓的建筑线 因此我们就这样做一个说明 那第一波四半棋楼合法停车的一个处所 我们全基隆市总共公告了76处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已经在我们基隆市政府的一个交通处的网站 已经公告 因此市民朋友可以透过这方面 去了解讯息 那我这一张就是 停放机车这个正确版的 就这一张 刚刚我们处长也有谈到 就是要停一次 车头不管向内或向外 就是要跟道路垂直 那你这个靠内侧 就是靠商家铁门的这一侧 你要留1.3米给行人 留一个行人空间 那当然这些点不是永远是这些点 我们会衡量我们交通事故的热区 在做这个滚动的这个盘点 那也在这里利用这个机会 请市民朋友 这是错误的示范 不要停这种方式 因为你停这种方式 没有按照我们停一列 没有留1.3造成人行没有空间 有民众来检举110或1999 那警方到场 势必可能还要给你告发 这个特别呼吁 我们第一波公告的76处 那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来做滚动式的检讨 那包括警察局的部分就是持续攀点 本市可开放的停车路段 那我们公务处的部分 滚动公道骑楼可停车的路段 那交通处的部分 我们开放路段的部分 来设置标志或标线 基隆市政府表示 第一波市半骑楼开放停机车的资讯 可以到市府交通处网站查询 后续开放停车的路段 市府也将持续滚动式修正检讨 逐步调整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言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 及祭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阿伟阿 头真是怎样 阿就仁爱桥四月十号开始要改建了阿 蛤 为什么 阿因为仁爱桥超过四十年了阿 要改建才安全啦 喔 阿你是说要多久啦 从四月十号开始十个月 大概到明年第一季啦 好啦好啦 我快来去跟邻居说 仁爱桥四月十号要开始改建了 这样比较安全啦 慈云寺的财神殿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香客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供信众任养 到了此一次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残拜喔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只有名人许子桑故居被列为历史建筑 但许子桑的后代向市议员郑文婷陈秦 说有税单方面的争议 因此市议员郑文婷特别邀请市府 相关的单位到现场进行了解 画面上是仁爱区的小山丘 远眺的风景相当辽阔 这就是之前基隆名人许子桑的故居 在地方的建议下列为历史建筑 但是近来却又出现税单的争议 因此市议员郑文婷特别邀请地震处 跟文化局等单位到现场进行实地了解 那来陈秦的民众他们是这个许子桑的后代 他们在这一个房子所坐落的这个土地 他们有所有权 可是因为当初列为历史建筑的时候 并没有把这些土地列入这个建筑物 它所坐落的土地范围 所以他们到现在还是每年都会收到地价税单 那按照这个文字法以及相关法令的一个规定 如果列为历史建筑的话 是可以得到租税上的一个减免 所以他们来向我澄清 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文化局还有税务局 以及我们的地震事务所一起来协助 厘清这个许子桑他所坐落土地的一个地号 以及相关的一些规范 那我们希望这个透过这个案例也可以让许多民众了解到 就是如果你们家的房子建筑物 或者是一些地上物是被列为历史建筑 甚至被认定为市定古迹的话 其实在租税上都有优惠甚至免除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大家要记得要去行使你法律上应该可以行使的权利 市议员郑文婷希望市府各单位能够针对这个状况 注意处理的程序 避免类似争议情况再次发生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视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麦东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欢迎新市政 送回来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画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 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 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似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